请问一开始来看到特征组在昨天是二度借题了行政院前秘书长林一世 要调查整个收费的过程以及这6300万的汇款流向 但是呢林一世他依旧是强调说的确有收钱但是没有收费 他说他在做选民服务 因此这6300万呢他说算是走路工政治献金 但是检察官就认为说这整个案情是没有突破的 因此不排除在今天下午会和母亲还有老婆来个大对峙 原本以为林家三位被告将在特征组上演大团圆 但一早来的不是沈若兰而是他的为人律师 陈他带来的钱是1800万 那因为呢这1800万是属于比较有受草的部分 所以这几天都在进行厨师的工作 然后也慢慢在进行清点 那检察中长他也昨天也说了 他说大概今天应该预定工作会完成 经过将近一个星期的厨师 检方终于把沈若兰交出来的1800万泡水钞票烘干 预计上午开始清点这卡批项里的汇款 原本以为沈若兰会到场清点 但最后关头改由律师出面 至于关键案情部分 检方9号借题林一世再次针对汇款流向 以及用途要求他说明 不过林一世不肯松口 依旧坚持是接受选民请托拿钱办事 还变成6300万是走路工绝对不是汇款 检察官要求他讲清楚一点 没想到林一世居然回答 我说过了 态度强硬让检方非常惊讶 独派团体不满林一世收贿 带着金颅玩具美钞就在特征组上演行动剧 不过因为他们真的要点火烧钞票 一度惊动警方爆发冲突 幸好很快就被制止 最后改用钞票塞金颅表达诉求 只是主角林一世上午没有被借题 让抗议活动 市集焦点 中间新闻成章鸣 戴琼龙 SNG小组台北采访的 愿补行